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在开始录了 那我把这个打开了 应该是这个刻案 哎,行,这看起来可以啊 上次后来讲了以后你们回去有时间看的吧 我就分了一下 我估计大概你们都挺忙 你们也没有时间回去看 所以为什么我就是希望你们在教室里面也做点东西 不管怎么样 总归是一个就巩固一下 是吧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操作性的课程 就是要操作一下 那今天呢 今天就讲接着讲那个 上次 那个叫什么呢 这次我们讲要讲一个那个 一个是就是我们 一个增加一个就是它的层次 就是我们以后讲主要当的时候 不是要一层层玻璃吗 就像目录一样的 你一张表格里面 国家你点击 它底下包含有省 省包含有试是吧 或者日期 有一年 哪一年再拨 再把它把它转到底下 就下转 就只要当到某个季度 再只要当到某个月 再只要当到某个天 这个呢 都是我们要通过就是这个 Hierarchy 这么一个东西 来实现它 那么今天可能我们还要讲那个 就是做一个就是Pivot Table和Pivot Chart 这两个做起来以后就是说我们可以 大概的可以做一个一个东西 就是也实用的东西 那今天这个就是我刚才讲了 就是我们要建立这个叫Hierarchy的话 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来实现它 但是呢 它这边提供了一种比较快捷的一个手段 就是用这种Hierarchy 就直接构造一下 那么构造过程实际上是很容易的 你只要有一个idea 你再来构造它的话就显得非常的方便了 那么在构造这个Hierarchy的话呢 主要是什么 在我们的 还是在我们这个叫做PowPivot这个工具里面 那么通过就是通过那个 通过它的最好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通过它的Diagram Diagram里面做得很直观 所以等会我们见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 非常的非常的便捷 很方便 那么做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 我们假设现在要打一个什么呢 要做一个 做一个我们在这个叫 在日期里面 如果我们现在在日期里面 我们要做一个这个Hierarchy 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做 由年 通过年我们下转到我们的Quarter 是吧 季度 再转到我们的Month 再转到我们的Data 你知道一天 可以导航到一天 那么在这个里面 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前提在我们这个表里面都已经有了 是吧 这个表里面有了 如果我们打开这个Data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可以发现 它这里面有几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看到的 一个是以年的话呢 是Current Year Current Year应该在 就这边能看到 这个Fiscal Fiscal Year 这个Fiscal Year Current Year 这个表里面是有的 我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Copy下来了 Current Year Current Year 然后下面Current Quarter Current Month 然后最后一个Day Day的话就是这个叫做Fall Data Label 如果你们打开表格看看内容就知道 对啊 就是Dim Data 因为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我们的层次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打开表格去了解一下 它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 由年月 年季度月 到最后日 这样的一个东西 一会儿就要就是我们在下面要再做一个 做我们的practice的时候 可能在 我给你们那个表里面 我也希望你们那个就是 让你们做一个类似的一个东西 那么它也是一个表格里面的 一个内容了 你要打开来看一看 看看是不是合适 那么找到这四个东西以后 我们下面就可以做了 这个是哪里来的 你讲 这个表吗 这个是首先我们进到PowerPivot 进到PowerPivot 我刚才应该多写一下 那这个就是 InPowerPivotTable Switch to DiagramView 你看见了 我们在你的右上角 在右上角有一个DataView DiagramView 什么ShowHidden 还有Calculate Area 是吧 你们打开这个 现在先打开 先打开 PowerPivot 应该是空白的里面打开 还是我们之前 应该是你们 你们save下来的 save下来的里面 store里面 对对 store里面 store里面 然后打 那个PowerPivot 就是PowerPivot 就是PowerPivot PowerPivot的 我没有Diagram 你在右上角 右上角 右上角 发现有四个这个东西 DataView DiagramView 那我在这边打给你们看看 我在这边打给你们看看 在这边 我的稍微要等一下 story是吧 我们这个应该是 我的我的Excel 你们都是2013的是吧 那应该是一样的 嗯 很慢 怎么回事 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 看一下 哦 是不是又搞成双屏了 在我的 应该是在这个里面 我这个要把它拨过来 双屏的就是挺同意的 你看啊 在 在 就是在我这个时候 这个是我已经建完的一些东西 那么在这个就点PowerPivot 在里面 里面你要点击这个Manager 这个Manager Manager 对点击Manager Double Click 然后等一会儿它就会出现PowerPivot Table 看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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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个当中我们 啊 他就是忘了一个步骤 我们忘了一个步骤 就是点Manager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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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开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了 那点开了就看到这个了 这个旁边就是这几个地方 你点击Diagram View 这个时候我们的图像就出来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Diagram View里面 你的那个图太小的话可以把它拉长 拉长看 你像我们这个是Data Data是 我已经拉长了 应该就是这个 那拉的很长了 但是平常的话你要是看的不是为了方便起见的话呢 看其他的你可以拉小一点 但是我需要用它的时候 我就把它拉长一点 你要拉到足够长的话 它这个 这边这个 这个画就没有了 就说明你的所有的字段都已经显示出来了 那这么长就肯定是显示出来了 对吧 好 那我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这个 还是来演示这个 好 那么打到这个地方以后 我们点击这个Diagram View以后 选择里面的Dim Data Dim Data上面呢 你们把光标调在这个右上角 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 或者不点击它 会自动出来一个Create Hierarchy 对 就等下 这个先发给我们 看不太清楚 哦 那我发 对不起 我这还是没有忘了发给你们 这样吧 好像我的右盘 在我的右盘 在这儿吧 是的 我应该发给你们 这样我就先把它退出来 等等啊 这个打开了一下以后 最后是把它再存下来 save as 好 好 COPY COPY 好 对 我顾客 词 好了 三个 好,看看這個 好,看這個 就不用弄了 这个底下这个为什么削不掉 沉默真是有点奇怪 好 都看到了吧 好 行 那么就是这个地方人家生存的时候呢 就打这个表打开来以后看到右上角 右上角呢 有一个标记 就是这个黄的一个目录标记 那么它实际上就让你创建一个这个hierarchy 这hierarchy的话呢 你点击上面以后 它就会显示出来这里创建 是吧 创建一个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点击直接点击也行 不点击的话 你就拖一个空的 拖到底下来也可以 反正 它点击完了以后 它就会出现一个 底下也会出现一个空的hierarchy 你看呢 就点击这个东西 它就是create hierarchy 那么 你click以后的话呢 它就会创建一个这个东西 在最底下 在我们的这个 就代官的最底下 你看见它有一个 叫做hierarchy one 那么这个东西呢 只是一个缺 就是缺损的一个字 缺损的名字 我们以后要根据 根据它的内容 我们来调 改换它的名字 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展示了考虑不到名字的问题 这点击完了以后 那么下面呢 就要把我们所需要建立的 这个层次关系 这几个里面的 所有相关的一些字段 就把它拖到 拖到这底下来 你看啊 我们建好了以后 我们会 你看 就是实际上 就是点击一个 点击一个字段 然后你选第二个字段的时候 你要记住 按住control 再点第二个字段 这时候它就同时选择 它不会释放前面的东西 第三个也是一样 你calendar year quarter month 比方说我们现在 就选择三个 就选择三个 选完了以后 你就点住 其中的一个 点住其中的一个 就一直往下拖 如果看不见 它会自动往下滚 一直拖到 你的 就是刚才建的这个 hierarchy one 这底下 你会发现 它那个拖动的 那个 有个 就是鼠标 光标上面 多了一个虚线的小方块 虚线小方块 就意味着 你可以把东西拖在这儿了 知道吗 这个时候你可以一松开来 它就会在 带在这个 hierarchy底下了 对吧 你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hierarchy底下 应该有三个东西了 它这个拉下来之后 上面还有吗 还是说 上面还有 继续有 这个只是新建了一个 你们可以往上滚一滚看一看 对啊 上面还有 这个只是建立了一个虚拟的一个链接 对吧 那么这个里面你要 要注意顺序 一定是 year quarter month 如果不是这个 如果不是这个顺序的话 你可以通过拉动来调整它的 顺序 因为我们只要当的话 一定是这个距离 是吧 一定是这个 但是我们现在仅仅这三个 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 因为我们要求要 主要档到 date 就是每一天 所以我们要 在 回滚上去 找到这个 for date level 就在我们这个表里面 往上找 就找到这个字段 for date level 找到以后 再把它拖 拖在哪呢 一直要拖到它的 开冷的month 底下 这个时候 你们看到会出现一条横线 或者是什么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 就是在 calendar month 底下 for date level 对 for date level 刚才 如果你们刚才打开 你们刚才打开这个表就知道 它实际上就是 每一天的 一个符号串 这个 这个 这个并不是代表它真正的天 它的日期型的数据 它只是一个符号 但是这个符号呢 就标志了 它是在哪一天 脱下来以后 最终 我们形成了这么一个 四个字段的一个层次 这个层次了 那么最后 为了变于记忆 我们把data 把这个hierarchy1 改名 改成data 这个改名其实也很简单了 改名的话 你现在 点击右键 它有个rename 或者 你double click一下 它也会出现一个 就是把这个名字改掉 改成data 或者是data 这个你改成data 因为我这个里面可能有多个data 所以最后结束的话呢 应该我们最后出现了这么一个东西 好 那么同样的 同样的东西呢 我们也要创建一个什么呢 就是从 要建立一个 这个 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产品分类 就是product category 在这个里面 要建一个 建一个这个 就是hierarchy 那么要注意 我们这个 我们上堂课的话 这个里面我们看到 就是在我们这个data product里面 这个product category 和product subcategory 是从另外一个表格上面 拷贝过来 是吧 如果你们还记得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 就是你们平常忙 不看这个 我们用了select related 这么一个函数 其实什么函数的话呢 叫我记 我也记不住 但是呢 一旦当我们输入函数的时候 我们double click 那个函数区 它会给出 一串函数的名称 让你自己选 这样的话 就提示了 它是提示 你就不需要 记太多的东西了 好 在这边的话呢 打开 dimp product dimp product以后 我们同样 就是点击这个 这个也是power power pivot window底下 power pivot window底下 也是diagram底下 我们选择了 dimp product 然后把表格 扯上 扯上以后 我们看 把所有的字段 都看见 看见以后呢 我们要选择三样东西 就是product category product subcategory 和product name 这三个都是字符寸 对不对 选完了以后 你可以点击右键 这个是换一种方式 只是练习一下 其实刚才那种方式 也简单 这个也简单 点击右键以后 它就有个选项 其中有一项 叫做create hierarchy 是吧 这个方法 和我们刚才的方法 是一样的 只是提供了一种 不同的操作 因为我们很多人 不一定太注意 我们框框上面 上这个右上方的 一个小图标 而我们经常习惯于这样 右键点一下 有个选择 是吧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也是一种办法 这就是根据 它叫context menu 就是上下文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菜单 好 当我们建立完了以后 点击这个以后 我们可以发现 它这个底下 会有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 但这个里面 它可能也叫 hierarchy one 还是hierarchy two 我不知道 原名并不是这个名字 但是我们可以改了 那么通过这样 拖下来以后 它就会发现有三项了 三项的话呢 看你怎么选 它有的时候次序 可能不一样 不一样的话呢 我们按照从广 到载的这个顺序 再重新调整一下 你拖动一下 就知道了 那么最后我们要 就是确定的次序 就是product category product sub category 和product name 这三个东西 等把这三个东西 都做完了以后 我们再改变这个 hierarchy name 我们称它为 product categories 实际上这个 我以后 我后面都是把它 直接把它改成 categories 因为后面 还是要多一次 多一次改变 那下面我这个里面 就是多讲一遍 就是实际上 就是rename hierarchy 这个实际上很简单了 rename或者是这个 这个都很简单 我们就是说 我们对建立这个 hierarchy以后 我们可以 hierarchy对它进行编辑 这个编辑的话呢 我们可以改变它的 很多的东西 你要改变它的 这个hierarchy的名称 或者改变它的 child的名称 或者改变它的order 就是它的次序 我们刚才讲 拖动它的次序 或者我们再增加 另外一个corder 这个都是我们 根据我们的需要来改变 或者把它去掉 等等 这个都可以 像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 这个里面实际上 这个就是它那个名称 就是我们hierarchy里面的名称 但这个名称 并不是字段名称 真正的字段名称 在这个后面 所以你即使改了这个名称 它不会改变后面的名称 这个只不过是让你看到方便而已 对吧 看到方便 它是一种叫做什么呢 叫caution这样的一个东西 老师 为什么我这个图标里面 它没有这个category跟category 你上次可能没有见吧 或者你见了以后 我所以刚才提醒你们 你这里面是上次见的 我不知道你上次见了没有 你把上堂课的 我看看 你这样没有的话 就说明你上堂课的 你能见了 你能从它 你在最底下 你拖到最底下看看 这个product是应该是这个是吧 是这个吧 对 是这个 你这简单说明你没有键 没有键 你把它回到这个里面 回到这个呆课的没有 看一下我们上次就是第二讲的一个增加增加一个category 那我开开那个category 这个过干的没有 你见了吗 没有 没有 我公司 我给他们 哦 那你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没见的话 现在不见一下 那我把这个上一讲的我们这个打开来看一下啊 上一讲我们打开来看看 上一讲是在哪呢 上一讲 我们看看建立的一个字段 这是建立的key 这个key create relationship 应该有一个 对 create a calculation column 在这个里面 在不在 fact table 我不知道你们刚才建了没有 fact table里面实际上我们要求 上次建的一个 要建一个这个 建一个那个那个 那个一列 来计算它的 total profit 你们找找看 应该是 如果没有的话 你们现在补上去 因为下面我们键表的时候 还需要这一列 这个键的话呢 就是首先我们在 power pivot里面 选拨 选择fact cells 在 在databue里面看起来更加清楚 点击 选拨这个 选拨这个fact cells以后 那么就在你要点击我们的design 在design上面 看到吗 这个上面有一个home design 还有advanced 在design上面 在click 它最左边的有个add 点击add 点击add以后 那么它就会让你 就是出现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栏目 实际上这个栏目的话呢 我们在整个表格的最右边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加了add以后 那么它整个呢 这个就是整个的屏幕 这个屏幕的话 这边会出现一个一个列 这个列的话呢 这个列现在不叫total profit 但是它叫它应该叫 什么addcolumn1 还是什么之类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addcolumn addcolumn OK 那么在这边 你看一下 就输入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实际上呢 这三个栏目 这三个column 都是我们这个column name 你可以输入 也可以点击 你只要打个等号 打个等号 如果我们想 就是说你不太清楚 你是不想输入的话 打个等号 然后呢 点击一下 sells amount 点击一下 它这个字段 自动会出现的 你点击一下看看 是不是自动出现了 sells amount 对啊 然后再打个减号 减号是你要自己打的 因为我们现在计算 它的profit 它就是我的销售总量 减去一个 我的成本 和我的discount total cost 然后再减去一个 return amount 就是 就是我要 付给 我要付给 那个客户的一个return 就是相当于 discount 是吧 这三个加起来以后 就变成它的 就是毛利了 毛利就是 total profit 实际上我们这边 应该叫 gross profit 可能跟你合十一点 对吧 点击完了以后 那么 你看 整个最后一列的 值就出来了 最后一列 它就有value 看到value了吗 如果看到value以后 那么你再点击一下 它这个title 这个它的header headname 改变一下 headname headname就改成 total profit 哦 原来叫 原来叫 calculated column 1 是吧 刚才这个 对 对 这个就是我们在 fact table里面 要增加的一列 这个 那个 欧嘎 你做了吗 这个 我上次好像是 有甜的 做的 你有没有存 现在你们要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存 如果没有存的话 你们要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每改变一下以后 按次save 这样保证你 哪怕有个意外关机 意外停机了以后 你可以达到一个 就拿到它最新的一个copy 在fact table里面 power 在power period的 fact table fact sales fact sales 最后一列 如果你们看了 你这个如果不是total profit 就说明你上次 你们输入的 有了是吧 好的 那这个就是 好 下面的话呢 就是 刚才这个 Elster 你刚才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输入 在 DIMM product里面 输入 product category 和 product subcategory 这里面 你同样也是按照 design add 这样一个model 来做 其实这两步的话呢 你如果不想这样打 也可以 因为这里面操作都是多样的 你只要把它拉到最右边 光哥点到里面就行了 也是一样的 点到这个里面以后呢 你们就是选择 实际上就是选择这个 DIMM product 选择这个表 选择这个表以后 那么 在design table里面 你们就click add add click完了以后 你可以发现 它这边也有个 click related column 1 增加一列 这个时候 输入这么一个东西 输入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 你要是打个等号 然后再用光标 double click以后 你可以发现 有一串函数的提示 就在这个里面 你点击一下 它有一串函数提示 但是你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函数 你每敲一个字符 它就会进一步提示 是什么 比方第一个敲个r 它所有以r开头的函数名 就显示在这 再敲个e 那么所有开头为re的 就显示在这 让你选择 但现在我们现在可能对函数 不是太熟 这标准 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在书面上 都可以查到的 related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跟 怎么讲呢 就跟copy差不多 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 不能称它为copy 为什么不能称它copy 因为我们这个只是view 现在你们现在对view 现在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是吧 刘老师讲了 view实际上是个空的 你copy一个什么东西 你怎么能copy到一个空的里面去 所以它实际上不是copy 而是建立一个关联 这个关联是什么呢 是在product category 这个表里面的 所以看后面有一个product category 这个表里面的一个字代名 叫做product category name 这个你们也不需要敲 你们只要打了一个related 然后打个 它会出现一个括号的前半部分 然后你们在这个里面找 product category 点击product category 点击出来以后 再找到它这个字端 就叫做product category name 然后选中这个字端 选中以后 你继续可以看到 它这个上面的 这个函数窗 里面会出现一个 就是表明和字端 对不对 现在我不知道儿子 你这边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 但是这个是我这里打上去的 这个下面我没看到 对 可以拉一下 我没看到 你拉一个 不是你现在还没完呢 现在没着急呢 现在先把这一部分抄得完 你现在现在还不再拉的问题 现在你要建立起来以后才能够拉 现在现在还没有拉到 你拉还拉不到 现在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表里面 就是我们这个时候讲的是上唐课的 你现在要有这个字端 然后我们才往下拉才能看得到 你又要一个什么字端 要加这个字端 这个字端在那个 Dim Product里面 你打开了吗 对我就在这里面 对 你最后应该建立一个就是 Calculated Column 1 对吧 不是 我出来 这个怎么出来 这个 这个就是说你在打这个东西的时候 打了 Related 你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目前在Dim Product的这个表里面 你不是在已经选中了Calculated Column 1 是吧 对 然后你在这边 没有这个Column 1 没有 所以你刚才要按Design Add Design Add 我这个没有 好好看看 如果没有的话 无所谓 你就点到这 你为什么加不到 因为已经点在这 已经点在这 这个时候 你实际上就选择一个等号 在这个障碍 对 等号 然后打 Related 2 对吧 你看你打了2的话 它就会出来 你打二亿的话 所以对 选择完了以后 然后它出现半个号 你这个时候不管它 然后再选择刚才那个叫做 Product Category 这个 Protect Category 对 然后选择 Product Category Name 选择一下 你看它这个东西 但是你这个以后 现在这边还扫个右口 所以再打个右口 再打个回车就行 这个时候你也注意看 哦 好 为什么不错呢 你是 Related Product Category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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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点击一下 Refresh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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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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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这些 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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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知道 你这些 这个 我下面都是 在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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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老师 老师 但是说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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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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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吧 你刚才删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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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碼 这个 OK 这些 就是这个 不是这个 三点以后 你就还是 你不要选择这个地方 你把光标写在其他地方 你随便选择自己的地方 或者你把这个随便点子给拿着 然后你再打这个design 现在已经在design了 对 实际上就是等于跟刚才一样的 然后你再打刚才这个过程 再等于 这个也是 这个舞头 这个就是说你的系统错误 可能你刚才按的时候 就是按时间长了 他接受了两次 他认为第二次的错误 这个时候你就再还是按办法的点击这个product开的 对了 你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是汉字的口号 你看你是中文的口号 那你抄 我前面可是分成这样 然后再打一下 你还是做错的 因为这种错的 你现在去靠着 你的 doesn't do this 但是你这个无意识情的 或者是什么 你看后面拨战 那你就上次你的relationship没见了 有没有见好 你再查查看 那怎么看 你再把刚才打到 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后面 点去后面 然后点一个代国人代国人没有 你看你的刚才的有个 你看上面 把它变小一种 变小一种调整的东西 或者你给的这个 你看你这还是没有办法 没做关联 你看这关联的话 那我们 这还是在第二讲里面 怎么样建关联 你看一下 这个我们的建关联 这个我们上次自己选了 我等一下 对 你可能是有一个 你可能当上次你们建了 但是你没有存盘 你要save一下 save一下 这个建立的关联 应该是这样子一个关联 你看我这边有个product product category 是deem product subcategory 然后它再指向product category 因为这个里面的product category 它并不是一个维度表 它是一个 你在这个里面 你在这边选择 他们这个里面有两个相同的字段 这个就是key了 那么你在deem product subcategory里面 你可以找到一个product category key 应该是有个呢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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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 key 在那个subcategory deem product subcategory 我看到了 里面你看有一个product category key 是吧 你选中这个 然后直接拖向product category 一拖 这个链接就建好了 你说 subcategory key跟那个category key连一起啊 你在subcategory里面 你找一个字段 这个字段名称叫做product category product category 对啊 你找到以后 对 你拖到那个 刚才那个 那个表格 怎么样 对 product 这个叫product category 有个表名称 叫category product category 就这个呀 哦 那不是 那就是在那个deem product subcategory 你刚才那个 这个key 不 它的 对 它的名称有一个叫做 在这个里面 找一个 这里 这个是吧 我明白 因为这个有点 这个有个sub 有个product的category key 不是subcategory 是category 有个product的category key 就是第二个 category 这个 对 对 这个没有key 这有key 你点击完了以后 网上去通过问题 对 对啊 对 就拖到这个表上 你碰 手臂松 它就这样 为了看方便 对不对 这个时候 你再做回过头来 做刚才那个添加值的 就能加上去 因为这个是一个data model 你现在刚才 原来你没有存盘吧 这个最缓缺失了 它就不能够简单的把它放上去 对 存起来 存起来以后 再看一下 这杯咖啡室 看看 怎么在书发 走来怎么说跨着 我们刚才是在哪里面 刚才是你在选择 叫做第一 我刚才那个表格在表格的话 要打data 对 在这个里面 你再建这个 这个时候 它已经建好了 还没有删掉 对吧 这个时候 你看出来 出来了 是吧 你建了链接以后就出来 所以原来你们没有存盘 在 我以为你们都操作完了 这样要养成一个 经常存盘 这个好奇妇 要不然的话 下面自己都不知道 前面做了一些什么事 你把这个名称再改掉 刚才是total profit 这个加上了 这个 这样做 这个叫做 我看看 就选择了add 定product 对 然后 formula 这里面你就改成product category product category 对 然后同样 下面再加一个字的 像这个时候 你不一定要按照刚才 按照design 再add 实际上 旁边add a colon 什么colon 它已经自动出来了 你在这个里面 把光标定位在我们那个colon上面 然后 在 在这计算的 这个area里面 就计算的里面 你再打related 这related的意思 就是copy 里面的值 实际上或者就要 把那个表里面的值 关联到这边来 因为它都是空的 这个表 所有的表 全是空的 它都是view 它真正的实体 是在我们的 那个 数据库 或者在数据表里面 就在我们那个那个表里面 好 这边建好了以后 你把这两个建好以后 这个名称改成 product subcategory 你先把这个建起来 deem product subcategory 对 related 然后选择 deem product subcategory 再选择它的colon名称 叫做product subcategory name 所以它就是刚才的 因为一个那个 带的model里面 我把它看包含着这一点 是吧 然后再选择那 subcategory name 对就是这个 你刚才又见到 你刚才定位 定位 定在这里 哦 那就出来 你出来 然后再relame一下 你把这个地方要打回车 保存它 接受 接受 然后 改变它的名称 就改成product subcategory 你这边也出来 看贵 你这边都有 哦 这两个对策 一模一样的 哪里 哪里 这 这个不要紧 这个只是一个符号 对 只是个符号 可以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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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关系 这个后面的 会改变 哪里 这个后面 对 这个后面 它不是符号 有一个区域内容 只是改了一个name 然后对 这些是什么东西 里面的不会变 它是原来的这些 对 因为它只是个符号 它从前面 没关系 关系是括号 然后这个是从上面的对 像上面到底哪个 至于这前面叫什么名字 随便你去 随便没有任何线 对 但主要是他们合法的 但我上面打听那个 他就好像说有一个是同 那你是不是前面有个 已经打了一个 就是重复的话 可能就重复了 整个hierarchy 对 ok 试试 对 好 回过头来 那么下面你就可以 回过头来 你就可以建这个hierarchy 对吧 你这个建好了吗 建好 我们就回到 在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第三讲 第三课里面 第三课 打开第三课 第二课关掉 第三课是在这里面 好 第三课这个时候 product category 这时候就把它拖下来 我再往前翻页 对 在这个里面选择这三项 最后两项是我们刚才刚建的 product category和product subcategory 这个就是你的看法 拖下来 然后在选中前面有个叫做product name 因为我们要主要从大的类 选择里面其中的小类 小类里面再选择 product name 打完了以后拖下来 老师 然后到这里怎么进去吗 当然你还要换成白个人 对这样子的话看起来方便 没有了 没有 等下是不是爱到哪里去 刚才他给他扯 你是撑牌的吗 撑了 好 撑一下 对 好 这时候 出来了是吧 对 这时候你在找刚才那个 din product 这时候你往下看 你发现有刚才你建筑的 看见了 两个了 对吧 这个选择 然后再加上前面一个 就是product name 上面还有product name 这个时候不要忘记 一直要 对他现在很大了 先按住那个control 然后再选product name 来 这样子三类就下来了 然后你打右键 点右键 Coreate 对 对 Coreate 好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在你这个 出现了一个hierarch one 明天这三个都有了 而且你们观察一下它的顺序 正好也是符合你的 这个 这个一般的顺序 因为我们见这个层次的时候 它自动会有一对一对多的关系 在这里面呢 它计算机会自动的 有一定的这个智能识别能力 它尽可能按照它的这个标准就是一对多的情况下 它一般情况下就是说一 是这个上面的 多是底下的 这个层次上 因为我一打开一个一点就多了 对吧 它会 但是如果多对多情况下可能你就自己选了 那就不一样了 我把它把它拿下来进行 我不到 对 这个所以这个我刚才讲的就是介绍两种不同的方法 对 好 建好了以后 你们把这个 这个hierarchic name改一下 hierarchic name改成这个product categories 或者你们直接打成categories也行 因为我本来这里面有演示就是说想在专门讲一些怎么样 add 就是edit这个product 就是整个这个hierarchic 但实际上 我看后面我讲的很粗糙 就快速的讲了一下 就没有什么 就是edit这个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你把这个product 就这个里面就double click 这个parent 就是product categories 你就再简单的改成一个category 所以它就是教你怎么样 编辑它的这个hierarchic name 这个这一节都是这样 我刚才给你们看的这个 因为这个 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繁琐 简单的操作一下就行了 那么改成category 就是改成category主要是便于你看 里面的就是charge node等等都可以 反正你为了你自己看方便 因为刚才有一个就是full data label 如果这个含义比较复杂 如果你直接改成个date 这就很清楚了 就是日 是吧 对吧 而我这个 刚才那个date hierarchy的话 我们改成不知道改成什么的 你把它改成个date 这两个从名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符号 对吧 这个前面的date表示 它整个就代表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格式 年月日 但是后面一个的话呢 就是它是一个字符串形的 就直接指向母域的 好 一旦你编辑完了以后 看起来就舒服一点 当然你这个也可以删掉 删掉刚才其实 儿子刚才已经操作过了 删除是吧 多余的就把它删掉了 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了 那么整个 整个这个hierarchy的建立 实际上就这么简单 但是现在因为刚才 你们上次没有存盘 所以这次有点 你们现在存下盘 如果没有存盘的话 就存下盘 现在七点 你们要不要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的话 休息一下 两点多 下面要键表的话 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都是为键表做准备的 键的PivotTable和PivotChap 键完这个的以后 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一些报表 看这个 它这个暂停一下呢 PostTimer 行回 我们就暂停一下 暂停一下你们 歇个五分钟 我们等会儿还是这样 就是把那个表建完以后 然后再出一些practice 今天的practice还是 就是实际上还是做一个增加字端 还有一个就是添加hierarchy 熟悉一下 现在贵Excel人很多 但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没有进步 没有做那么多的 跑往去的 有操作 这个头还比较默奋 虽然这个不复杂 但是这个是因为是新的东西 尤其就是现在 它这个观念不在操作上 下面实际上你们要进入的时候呢 就是怎么样理解它的代理 model 理解进入都会来 下面进入就更糟 老师它是不是每个新版出来 都会有新的功能出来 应该是这样 或者是它有一些功能 它要重新调整 像我现在我们用的是2013的 但是2013的和2010的 它就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2013是什么的出来 2013年应该不是 实际上有办法 2013的话在2012年就会出 它号称是2013年 但是因为这个PowerPivot 原来这个就是它是在 那个作为一个SircleServer的工具 而不是Excel的 但是它里面很适用于Excel 所以在2010里面 你可以作为一个Plugging 就是它2010本身不带着 到了2013它已经内嵌了 这么你有没有实施的建立下去 它肯定显示错了 谢谢 你们如果有机会 能够和你们现在的工作 就用起来做一种东西 都很秀 都很秀 嗯 会偶尝用到一些 但是很少因为 这些还好 对 2013你看我都没装过就知道了 就没装过就知道了 对 反正就是说你那个 PowerP的 通那些工 对 你们用一些什么东西 前面的那些就是什么 一些工程式啊 其实自己打自己算的 做什么呢 做快捷吗 没有 就是一些 就啊 会有一些data reconcleration 那些 啊 这个里面就是说 其实并不是说是不是A 就是B 不是说AB 就是说PowerP的和前面的P原来的P的Table 或者是同的就是这个二维表表的Table 它们之间也可以互换 有些功能是可以就是说 你不用这种方式实验 你也可以用外的方式实验 这个P的Table和和我们这个 平常用的简单的那个二维的Table相比的话 主要它的结构是内容 那么原来这个呢不具备的功能 以前因为我原来在做他们那个政府项目的时候 当时如果 我们要当时用还是二零二零零 两千两千零三 那个时候的功能 就仅限于我们做一些原始的P的Table 或者是 或者就简单用二维表 203跟207好像区别很大 区别很大 因为2003的207的稳件 2014不能大 对 它是这个 如果2003的稳件 是XLS 到2007 如果你乘什么XLS也是不一样的 它要成为就是XLSX 那就打不开了 它格式完全不一样 它那个加上一个X就表示着 它是用这个XL 对 因为那时候我正常是能上学 然后在有时候在学生的图码写的作业 回家打不开 因为学校的是2013 特别我特别 是不是 后来2003 2007 2003回家的 那是好几年前 然后我自己的电脑是2007 2003的文档 比如说我的文档拿回家就打不开 不 哎呀回家 反了就是家里的写的 那个家里的写的 然后到学校想要去打印吗 对对 之后去学校打印方便 完了就打不开 后来人家告诉我 你要save as2013 然后才能打开 是的是的 我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现在说我脑都还是在成为早白了 2013呢 就是就没有X 对没有X 我觉得那个的话 你万能的哪里都能打开 要不然是这个地方毕竟能打开 对对 好我们接着讲吧 接着讲 好这个讲完了以后下面就看怎么样建立那个PivotTable 这PivotTable的话呢就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前面都把它的必要的条件都建立好了 那么建立在PivotTable里面的话呢 我们这个就是2013和2010之间的差别 2010这个选择我们都是在Excel表格里面 但是2013不是 2013的话呢是要在PowerPivot里面选择 那么我们在这看呢 在PowerPivot里面 你点击Home 就是在这个里面啊 这个图标 这边应该在这边 要点击这个Home 然后它就会出现 底下这个Reven 你们在Reven里面找到PivotTable 找到PivotTable 它里面会有一串选择 PivotTable PivotTable 等等 还有同时有Table Chart 那我们最基本的就点击一个PivotTable 就选择这个PivotTable 选择完了以后 选择完了以后 那么它会出现这么一个东西 哦 它还会提示你 是Existed 还是New 是吧 你就点击在这个 因为在另外一个 它实际上它会在Excel表格里 所以你点击一个New 点击一个New 哦 这边我看它已经写了 点击New 好 点击New了以后的话呢 在这个里面也出现了这么一个表格 这个名称呢 我们原来只有一个Stores 对不对 这时候你看到这里面有一个Sheet1 这个Sheet1的话就是我们刚见的 它里面只包含我们现在的PivotTable 在我们光标点击在PivotTable的时候 这时候在它的右边会出来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就是对PivotTable里面的 描述 以及对它的一些的设置 就是它的Configuration相当于是 或者我们叫Deployment都可以 那么PivotTable呢 它也是一种二维表格 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它的Colon Role 还有它的Value 是可以让你任意调配的 你调配过以后 它的表格就会重新形成 这个就是它的好处 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 我们这个PivotTable呢 我们首先我们要做什么呢 做一个数据分析 这个数据分析 我们想分析它的Sales amount 就是它的销售数量 总销售量 就是销售量 那么销售量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分析的主体 我们分析的主体的话呢 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要把它放到Value里面去 把它分析到Value里面去 但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要建立几个几个限定的条件 或者这样我们把它分类 我们通过行和列把它分类 好 这样就是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二维表格 那么在行里面 就是这个Rose里面 我们会添加一些东西 我们就是下一个 我们希望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表里面 行 每一行代表什么呢 代表是一个日期 而每一列的话呢 是它的channel name 所谓的channel的话 就是我们销售的时候 看渠道名称 对吧 我们是online的 还是在install的 或者是什么 通过什么 这个promotion等等的 反正不同的渠道销售 或者讲我们不同的方式来销售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选择 我们用 就是用行里面 每一行就代表一个日期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上我们刚才做的hierarchy 我这个地方写的不太那个 应该是 你刚才前面用的代词 实际上是我后来自己改的名字 我怕我自己搞会混淆了 所以改成个代词 实际上是刚才的代词 所以应该我马上回去把它改一下 这个名称 不统一了 拖下来 你选择完了以后 你如果点击一下呢 它会自动的drop down在一个某一个column里面 如果这个column不是在row上面 你把它点击选中它 拖到row 这个放入里面去哈 那么同样 在我们选择这个channel name的时候 我们会在哪个里面选呢 在dim channel这个table里面选 dim channel 我们会找到channel name dim channel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找 我们在这个table里面 就这边你看呢 你一个个拖下来 会找到 不在上面就在下面 会找到一个table叫做dim channel 然后呢 点击它前面的三角 它就会展开来 展开来以后 你选择channel name 你要如果仅仅是点击下以后 那么它很可能会在底下的column里面 或者是row里面 或者是value里面会出现 如果不在column里面的话 你就把它拖到column里面去 对啊 拖过去以后 你们会发现旁边的表格是什么 是变成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而且这个表的话呢 你们看 这个前面哈 因为我是这个地方 我截取的时候是展开了一下 实际上你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只有3号 2007 2008 2009 但是它前面多了个加号 你点击加号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会一个一个展开 这个展开 为什么会展开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建了这个hierarchy 而我们选择这个行 也是用hierarchy来展 来选择的 很重要 就是它的层次的顺序 对吧 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 一定要检查它的 你们可以点击到最后 最后一个 因为我在这屏幕上 受到屏幕的限制 所以我不能够点击了 那么它一直可以 点到你某一天为止 对不对 它可以只有到你的一天 一天的销售量 而上面的渠道 你们可以看 这个上面多少呢 Catalog 通过这种分类的销售 通过online的销售 或者通过你的下一集的 re-seller的销售 然后或者是店铺里面的销售 这个都是不同的渠道 最后有个 固然的total 就是我们的汇总 相当于 这个底下呢 纵向的也有一个 就是每一列 它就有一个汇总 那总比来说呢 我们销售了多少呢 销售了这么最后一个东西 就是最后一个数字 就是它的总的销售额 这个总销售额的话 不管你怎么样变 它最后 就是最后一行 最后一列 这个单元里面的这个数字 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因为这个就是 汇总的最后的一个数字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建立的一个 这个people table 那么建了以后 你们就发现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建的 所有东西 它就出现了一个成果 这个就是最后 它出现的一个 我们能够 拿得出来的一个报告的 一个中年的一个表格了 这表格的话 如果你说这个表格 我想改变一下表格 如果我们在传统的二维表格里面 你会发现很困难 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我改变的话 改变这个表格结构 你说我原来这个是按照天 来统计 我现在不想按照天了 我仅仅想按照一个月来统计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很麻烦 还做很多的操作 但是在我们这就很简单 点个简号就行 对吧 银行就出来了 同样 你说我要改变一个列 这个列里面我想改变不同的内容 我现在不想用catalog 我可能会改变某个store 或者是什么之类 那没关系 你直接在我们刚才前面的 power pivot pivot table里面 你拖进来 任何一个其他的列 它马上这个表格结构就改掉了 所以它这个表非常的灵活 这个pivot table非常灵活 因为这个这个表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操作就体现出我们现在power pivot 这个功能了 它的功能的这个这个比较强大的这个面了 你要我们这个这个工具名称都叫power pivot 就是意味着这个pivot table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如果你们接触开发就知道了 以前做java或者是做dot net里面 它有的时候也会要求我们这个用户开发这个pivot table 但是我们当时用的工具就挺复杂 以前我们做java这个做 以前java开发的时候做这个叫做crystal crystal实际上是个工具 就叫水晶报表 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在计算机里面要做水晶报表 实际上并不是水晶做的报表 水晶只是一个名称 软件名称 这个名称就叫crystal 用crystal里面的工具来做它的报表 但是这个工具的很麻烦 但是我们现在软件发展到今天的话 这个里面实现就非常容易 我们都不需要去code 直接拖拖在这就行 好 这做完了以后我们再看看 再做个什么呢 刚才这个里面呢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表格是叫做sheet1 这个sheet1的话呢 我们为了变于记忆 我们可以把这个表格的名称 也给它改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 刚才我们刚才建了表以后 实际上我们建好表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表的名称叫做sum of sales amount 就是说在这个上面有个sales by channel 我现在改 我这是我后来改的 你没改之前叫做sum of什么 sum of sales amount 对吧 但这个名称并不太 并不是太那个的 就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名称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一个sales by channel 同时sheet1也不是很有特色的一个东西 为了变于识别 我们改成sales by channel 这样子的话 名称统一了 我们一看就知道 根据title 我们就知道这个表是什么表 所以做完了以后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要注意一点就是 我们这个pivot table 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power period 对吧 而是出现了excel它的window 我们excel里面原来是有stores 就是这么一个page 这一个table 那么现在呢就加了一个叫做sales by channel 这个实际上就是咱们 我们为表格来设计的了 好 那么这个建完了以后 我们看看 就巩固一下我们再建一个表格 可以再建一个表格 再建一个表格的话呢 我们在同样这个表格里面 我们再建一个它的利润分析表 也不是在同样一个page 我们还是换另外一个page 还是换成一个新的worksheet 那么 对啊 我们再建一个另外一个表 这个表的话呢 我们还是 再建一个这个people table 这个呢我们在 因为刚才我们只是销售额分析 我们想对它毛利进行分析 而且呢我们要按照不同的标准来分析 这个时候我们再建一个同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你这样按照这个选择就是了 其实这个的选择并不是我们 我们所讲的那个那个的选择 就是我们在power people里面 我这个选择是什么呢 是在excel里面 你们刚才看了 你们刚才看的是power people 里面选择是 只要选择existing 还是new sheet是吧 但是你们要注意看 在excel里面 也有个同样的people table的选项 但是如果你要选这个的话 那么出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就要复杂一些 而且这个提示的话呢 还受到一定的限制 我在这边讲就是说 告诉你们就是说你选择不同的圆 到时候会出现不同的提示 免得到时候就是说我们知识就串 你选择完了以后 那么选择是什么呢 use external data source 尽管是在这个表里面 但是它不是我们的power people里面 所以我们选择 选择这个 我看看 不不不不这个地方应该是选择这个 我搞错了 我搞错了 可能我搞错了 可能我想想看我是不是搞错了 我可能应该是搞错了 应该是选择table 然后这边的下腊菜单里面有一个stores 你选择这个select table 点击下 点击下 应该点击这个 可能我这个地方当时节选的时候 是不是有个 啊 如果是没有的话 那你们就选择 use external data source 然后 choose connection 老师前面这个图片 是从哪一个表会出来的 你讲的是 对 后面那个左边那个图片 这个啊 这个就在excel里面 你们注意看 excel 我知道你们找不到了 如果找不到的话 因为这个字段是后来我加上去 我这个重新 对啊 你们在insert里面也能找到 对 因为我这个是在 那个 是我 customize 我的这个reven 但是我的insert里面 在这个 table 我是点不开 它是按的 按 power table 吗 怎么可能 不是 就是people table 那已经点出来了 这个是我之前新播的 OK 这个玩得去的 这个先不动 嗯 嗯 这样是 哦 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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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我有一个 因为我刚才是自己新建了一个 那个worksheet 所以我点出来是他买这里就会有 对 对啊 现在也想选择这个就是选择底下是吧 对 对我刚才我 那么久OK的时候 嗯 对 你选择stores 然后 打一个new option 对 这就OK 我这个地方可能搞错了 我怎么回事 我靠 我可能串牌了 就是 我当时想的就是从 另外一个external source 我是选择另外一个文件的 嗯 选择了另外一个文件的这个表格 是 其实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选择external的时候 我选了还是选择了 我本文件 找到导航到这个文件 然后在里面找到 一回事 就是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化蛇添足的话 就是实际上在地球上面 我同一个方向 但是我是反过来跑 目标就不一样了 好 选择完了以后 这个是吧 这个是吧 对 对 是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东西 tables 实际上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我等于是多词一句了 多词一句了 但是这个呢 反正你们看一下 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 了解一下 是怎么样选择外部的数据源 对吧 我说外部的excel的数据源 就是this workbook data model 在这个里面选择 选择完了以后 是吧 点击这个以后 选择这个 然后呢 他就会出现这么一个model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表格 而是一个model 就是我们刚才建的power people 里面所存在的各种表格 以及他们之间的relationship 这就是一个model 这就是一个model Date model 好 选了Date model以后 那么这个里面就跟刚才一样了 这边有不同的表格 和同时这边又是这么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 前面那个 等一下我重新再来 那行 那你们看一下 不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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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到底出来的只是 对方上的一些 一些 你们最后导航到这个地步了吗 就到这个 导航到这儿之后 嗯 嗯 这里就是 根据 stores出来的 这个就够了 对 但是这里的 嗯 这边是 英语来的一些圈套 嗯 嗯 你刚才能选的呢 你 你再回路过来选的 那就是 那就是 对 你看这边 就是 因此 就是这个 啊 那你就要选的 那就是那对方 对 对对 一定要从外面来 对对对 看来本地的 对 然后 然后 对对 我说 我没有想当自己的机会选 哈哈哈 还是要选择这个 准备的 然后是 嗯 chosen connection 对 然后他这个第一个就是 这个 对第一个就是connect connection in this workbook 这个里面他就有个 就选择这个代表 嗯 然后就open 那你已经选上了 你已经选上了 就是这个 然后的 对然后再打 new or she 去 啊出来 对吧 对吧 你看一下这个表 刚才的表 对吧 嗯 这个 原来是一模一样 对对 那你可以 对 那 我刚才就是说这个 这个可能是sauce 实际上 事实上就是说 一个cell 如果是internal table 那是在excell的 但是power pivot table 它已经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集合了 尽管它是继承在一个公共 但是它还是认为是extended bad loss 好 到了这一步以后 再选择刚才的 那么value 那就是我们刚才做的 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找就是total profit 我们刚才不是见过一个 在fact table 就是fact sales 你找一个 这个里面没有把它 这个还是 忘了把它改变 改变一下颜色 看起来就舒服一些 就是在我们这个表里面 首先我们选择一个fact table fact table的话呢 你看要找到个profit 选择一个profit 并且把它拖到这个value里面去 在value 然后呢 在roll 这个里面 我们选择一个 我们做的 刚才选择product里面的categories 老师我可能有什么地方错 我这边没有 嗯 你现在 你现在 你把这个把这个 把这个收回 收回了 上面没有吗 对 对好 你第一个 你选择这个value 反正这个 向后次序 其实不是太重要 无所谓 但是你这个位置 选择就行了 第一个是在channel里面吗 第一个在channel 不要签了 这次不要签了 嗯 这次就是按到channel的eer 就是说我说的主要是 够造用 channel的eer 对啊 在带着在channel的eer里面 就是作为它的channel channel channel 就是每一页 每一年 都是 对 对 然后 在channel的eer里面 然后 你们放的channel 就是在channel 就是在channel channel 就是在channel 这个是它channel channel的eer里面的话 一般都是 整个钱的力已经出过来 你点击完了 你点击完了 对 然后在 stract sales 点击它的total profit total profit total profit total profit是你刚刚见的 对吧 这一面 但是 已经被弄到 或者带着抹着 对了 这个就出来了 好 一面也出来 抓了 哦 你要改名字了 哈哈 不愧疾 好 做完了以后 那么这个表又出来了 这个表呢 就是说 实际上是通过了 我们知道有点点差别 就是我们通过 这个是通过channel里面的 insert people pable 的构造 所以构造过程有点不同 好 但是以后我们公众的话都会经常用到这些吗 一旦你现在要到了做一些report的话 稍微高档就是稍微上 上 上等级的这个一般都会有这样的 只要有数据分析的这样的功能 它一般都会有这样的功能 你看这个很调整起来很方便 对不对 你要做数据分析 否则你如果是上面叫你做数据分析 但是你还是用传统的二维表格来做 这个时候就很麻烦 很麻烦 就各种各样的过滤啊什么东西啊 条件啊设置啊都很麻烦 但是有这样子表格的话 它在结构上还是内容上都非常容易的调整 而且这种方式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好像概念上的 就是说好像手段上的更新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和我们现在的大数据的处理模式结合起来 我们大数据处理实际上就是这样 就是说表格的话它的字段是不定的 它的内容也是不定的 因为这个title你在做这个之前 你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它到底有多少个color 你不知道 只是根据需求来设定 对不对 你说我这个按照刚才讲的channel 你在做的时候你哪知道有几个channel 但是我的表格就要求你 列上面就要有几个channel 那么按照我们传统的方式 我们就要在表里面搜索 有几个channel 然后一个channel一个channel的建立它的列 输进去它的名称 对不对 然后做报表的时候 你给我按照 按照这个每一天 销售量来做个表格 好 你把那个表格弄过来了 但是你下面要打印的时候 它要告诉你 你按照月度 给我一个月度报表 给我一个季度报表 给我个年度报表 这个时候你还要做很多的筛选 做很多的那个 对不对 但是通过这个的话 你很简单 我只要 选择一下就完了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很方便 而且在这个里面 刚才如果你们看到的话 还有还有更加稍微方便点的地方 就是刚才我这个里面没有讲到 在这边 你们看 如果你们选择了这个 这个按照这个category来分 如果我仅仅想显示一个audio 我不想显示其他的 其他的 那怎么办呢 这边它有一个下拉菜单 roll labels 你们点击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就把不要的过滤掉了 我就选择这一个 这个产品 对吧 其他都可以选择 如果有的这样表格的话 你说上面要叫你做统计 你说我就 他就叫你统计某个部门的 详细的东西 那很简单 我把其他的过滤掉 对不对 然后你把这个一啊四啊六啊 这展开来 这一四六可能就是他的一个 他的里面的这种 产品的分类了 对吧 他的subcategory就是 这无所谓了 然后一直 你一直可以 只要当到他的product name 你要多强行 一直可以想起到product name 这就是我们现在pivot table 它的好处 所以 我们现在的工具出现了以后 这些工具真的功能很强大 功能很强大 但是我们很多 大部分的 绝大部分的 绝大部分的 原有的XL的这种 user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我们的XL具有这种强大的功能 这都是最近才发生的 就是才搞出来的 所以在人家传统概念中间 XL还只不过是一个写作工具 一个表格工具而已 但是你们透过这几次上课 你们看到了 远不只是一个表格的工具 对吧 好这个delete 你们操作一下 当然也可以 但是你操作完了以后 再见一次 好 这是我们的pivot table 下面的话就要建这个pivot chart 现在有没有要疲劳的话我们休息一下 不疲劳我们接着讲 不疲劳 好接着讲 昨天晚上我睡了八个小时 哦 我早上我说你们谁都本来碰我 难得 是的这个上课是这样子的 很偷疼的 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刚才的pivot 那这个pivot 我们按照第一种方式来讲 第一种方式可能简单一些 第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在pivot里面选择pivot table 哦 其实我们应该事先点击到什么地方 我们事先应该再回到XL里面 点击到点击这个page 就是它的那个sheet 名称叫做sales by channel 因为你下面要选择到 existing worksheet的时候 嗯 它就自动的会回到你 刚才最后离开XL的那个page上 那个那个sheet上面 所以我们现在先选择sales by channel 这样子以后下面你选 existing worksheet的时候 它就自动就会出现在sales by channel 这个page里面 啊 因为我们现在一般来讲 你建个pivot chart啊 通常我们都是表格连接连接在一起是吧 否则你光一个图可能看起来有点单调 那我们刚才已经在这个sheet上面 已经建了sales by channel的这样的一个pivot table 我们再给它配一个pivot chart 这样子的话整个表格就是图文并茂 好都有了 好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powerpivot里面 再选择这个pivot table这个选项 然后选择第二个 也出现一个下拉菜单 也选择第二个pivot chart 其实你光标一移到这儿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底下有个提示 对吧pivot chart是干什么的 create pivot chart in excel 你要记住啊 它在in excel 而不是in powerpivot 那么你点击完了以后 你再选择 它会出现这每个弹出窗口 existing worksheet 那么这个底下呢实际上啊 刚才其实我刚才也是这个 就是说根据我的习惯是选择 选择一个就是最后一个推出来的 但是这边呢还给你提供一个选项 就是你的location 在这还可以选 但是一般的话呢 你就懒得动啥了就是 对吧 就是概念中间 那么这样子的话 都选好了以后click ok 就会出现 出现这么一个东西 啊 对 现在是不一样的 所以出现了以后 我告诉你啊 它在这个里面呢 你们再选择一下 因为我现在我只是个pivot chart 但是做什么样的chart 是柱状图 还是线状图 还是丙图 那么这个呢 我们在设计之前要 最好事先把它定下来 好 这时候你们在这个屏幕的 右上角 会出现一个pivot chart tools 对不对 这个里面有几个选项 一二三 其中有一个选项 叫做change chart table chart table chart table 下角会出现一个pivot chart tools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对 这不是这个样子吗 对你点击这个 点击一个你发现没有 这个 对 然后你会再选择一个design design design 的话呢 可能我这个 我们这个分布可能有点不一样 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 通过这个的 一样一样的话 那么你选择 我们假设我们选择一个 线表 线一个 那就选择一个line clickline line里面的话呢 它又出现有这么多个选择 就是一串选择 从头到尾的一串选择 我们就选择第一个 嗯 然后 click ok 就行了 这个过程就是演示一下 我们 对图表的一个展现形式的一个选择 嗯 好 点击完了以后 下面 又和power pivot的一样 它有个类似的选择吧 嗯 那么这个里面选择呢 要解释一下 它里面呢 有个叫做anxis 还有个叫legent 还有个values legent就是我们的图标 像我们地图讲的legent 是什么意思 地图上的legent 那么它有个一条线 一个点点点点点 这个是比方说是国界 再来一个一条虚线 它是什么审界 是吧 代表什么意思 它会说明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说明项 而这个axis呢 是它的axis组上面的一个坐标的一个名称 或者讲它的坐标单位 啊 坐标单位的话呢 我们用 carrent year 而里面显示的值 就是它显示它的value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value的话呢 我们要显示的东西 我们都打在values里面 其实values的话呢 因为我们今天只是讲课 讲的比较简单一些 values里面也可以有选择 不同的选择 我们一般它的默认值都是sum 你看我这个地方我刚才没有讲 都是sum of the selected 但是这个里面还有可以选择什么呢 average 或者是marxism 或者是minimum 等等 这个里面 这个 但是我们一般都选择它的总和 就是我们通常的 可能百分之七八十的这个统计 都是它的sum 这上面有一个那个底下有个箭头 嗯 应该是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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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 可以 所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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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但是我们现在,反正因为这个是个细节了,我们不管看这个到时候,这个是一个或者是通过这个,这个是可以改的,这个是可以改的,哦哦,你点,可能点准备, 这个我们等我们再看,我现在一下子记不起来,Summer of cells在哪里啊,Summer of cells,你现在点击,不是,现在不叫Summer of cells,而是你,我们选择就是,就是选择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Summer of cells,就是这个,Summer of cells,就是这个,Summer of cells,就是这个,Summer of cells, 哦,就是这个,Summer of cells,对,那就是它,那就是它,现在我们选择,Summer of cells,对,对,你在这个地方,对,你这个,这个里面我们选择的就是,就是Sell of cells,它前面的Sum of,Sum of,是它系统自动加的,知道了,Sell of cells, 在Fact cells,在Fact cells,哦,这个里面,可能有点,我们的内心,应该是Total profit,对,那么这个,这个表实际上,就不是Total profit,不管它,我们现在,我们就按照Sum of cells amount,就是,反正我们主要是讲授方法,选择完了以后,你看,然后在, Dim,Channel,这个Table里面,我们在选择一个,选择一个Channel name,因为我们现在是干什么呢,我们现在是试图复制,我们刚才是Sell of cells by channel,这个里面的PivotTable,我们希望图文,同时送人,知道吧,所以我们现在是选择了,刚才那个是,一样的一个东西,那么,一样的的话呢,Legend里面,我们有, 改成Channel name,然后呢,我们那个Axis里面呢,改成Current year,这样,刚才就match起来了,但是,我们刚才那个表,好像那个应该是,是Profit,是吧,对,老师,如果我可以正在错误的那个Sell of cells,我想把它再换,移到另外一个,除了我新建之外,能不能直接移过去呢? 嗯,这个我都还,我还真没有去试过,还没有试过,这个我还没有试过,但是应该,应该是可以的,比方说我就是Copy这个到哪一个正确的页面,或者是move,应该是可以的,我没试过, 因为我们一般在做的时候,嗯,直接可以move,是吧? 你,你回去刚才那个,就上面有一个,就是这个是吧? 就是这个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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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平常我们做的时候,他就,这个定位一般不会搞错,所以,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他还真可以move, 你可以move,是吧? 真的move,是吧? 啊,对了,对,对,对,好的,很好,很好,这个,你做到这个程度就好了,这样子的话,两边,我们,你也不想睡觉,我也不想睡觉了,哈哈哈,在动脑筋的方法,这时候就动脑筋了,而这个里面,我,这个里面可能我选错了,应该选择, 这个profit,应该profit,但是无所谓了,这个我们反正这个是,只是我们这个方式上的介绍,不是内容上介绍,好,我们完了以后,你看它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对吧? 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看,legend是什么意思,legend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关系,对不对? 它就是一种说明channel name,而这个呢,就是access的,它的单位,而这个里面呢,它就是它的一个销售额,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应该打,叫做total profit,我们应该选total profit,但是我这边选错了,所以吃了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图就和我们刚才的东西,就结合起来了,好, 其实我们应该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但就是说,如果图和文,结合起来的话,我们直接选择, 就是那个power,就是那个pivot table,然后选择它,然后再右键create,那个它的pivot chart,这个时候它里面的数据,就,就能够,按确损之,match起来了,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是慢慢慢慢的来,这个东西都是,很多的功能,我们的,不知道它里面还有多少功能,都摸不清楚的, 我们现在讲课的话呢,只能按照它的基本的路线来做,至于它里面还要一些提高的东西,我们平常可以再继续摸索一下,好,这个,你看呢,我们图文一结合起来,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图形,是吧,这样的图形, 他们显示的是同样的一个数据,但是他们的形式是不一样,这个里面你还可以加一些它的标题呀,或者是什么呢,都可以,那么,在做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改变一下它的数据的一些格式, 是,你看这边我们这个数据,后面有两位小数,在这么大的数据上面,你加个两位小数,一不大,所以把这个小数改一下,对吧,首先改成currency,currency完了以后,把decimal place改成零,改成零,如果像我们这个里面没有负数,如果有负数的话呢,那么它有加负号,或者是改变颜色,对吧,我们会计里面, 就是说用红字,就表现是,表示是负的,或者是我们欠的,银行里面,原来国内银行里面,有一个字就是叫红字,红字的话就是,叫赤字,对吧,赤字,就是你的亏欠的东西,或者银行就是要,叫消灭赤字,就用东西来填充它,就叫冲红,冲红在银行里面这个是一个,我不知道里面是不是以前有银行的这个经历, 冲红的意思就是说,东西把这个赤字给它填充掉,这个就是我们格式上的一个选择,这个其实我,这个是叫做锦上添花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 嗯,这时候我们还可以,哦,对了,刚才奥哥你讲的这个,你说我这个里面实际上已经,已经讲到了,但是我说忘掉了,现在, 这里面是可以选择的,这是可以选择的,就是value,value field setting,我这样已经加上去,自己现在又搞糊涂了,最近事情太忙了,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改变它的这个,名字了,我们这个,嗯,就是我们这个叫什么呢,我们这个power chart,这名称,你在这个里面改,它有个叫做custom name,custom name的话,就是我们选择,就是这个表格名称的时候,应该在,哎,在这个里面,应该,应该是这个吗,就是这个吧,是吧, 就可以改变成sales channel,那么改变成sales channel以后的话呢,看在这哪里,体现出来的,那在这个里面,sales by channel,就在这边就体现出了,它改掉了,哈,本来我们前面就叫sum of什么的,本来前面是sum of sales amount, 那这个改变成sales by channel,改变成sales by channel,对,好,这底下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值,你要么是sum,或者是这个average,或者account,或者average,等等,但是我们缺省的就是sum,就组合了,哈, 那有的人就是要统计,你这个发生了多少笔交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count,对不对,你的平均交易又是多少,average, 好,这个做完了以后,这就是我们修改完了以后,呈现出的最终的表格,那我们发现,这个表格已经在,就是sales by channel,这个里面生产, 是刚才我们选择了existing worksheet,所以在同一个表里面,那么下面我们又生成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另外一个的话,也没有什么必要讲得那么细了,哈,这个就是一个生成一个派图,生成一个派图,这个我觉得等会我们可以自己看一看, 就是刚才选那个什么线性的时候换一个,换一种了,对对对,那我要不再,我们再介绍一下,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同样,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现在想选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profit by category, 啊,这个就是万套,自己,自己可能,一个sales by channel,一个是profit by category,这个时候是profit了,好,这个呢,我们同样,在这边选择一个existing,但是呢,这个里面要改一下,这个里面,你自己选择一个,是另外一个page, 另外一个page,就是叫做,啊,我们刚才有个page,就是生成另外第二个表格的时候,profit by category,对,你刚才那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改名了,如果没有改名,在这个里面显示出,应该是sheet2,嗯,对吧,sheet2,那如果改了名,那么就是叫做profit by category,啊,好,改完了以后,打个OK,那它就出来了,就出来了,啊, 出来以后,这个表格,我们先选择它的一个,就是按照刚才的步骤,选择我们的pivot chart类型,就是它的type,我们选择一个pi,但是pi呢,看起来很直观,比例很直观,但是pi有一个缺点,pi一般来讲,它只能是显示一维的质,它没有办法显示,就不太容易显示二维, 它只不过这个一维是一个圆圆,而不是一条直线,但是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选择,也就选择一维,我们就会不选择多了,在选择一维的时候,这个pi显示比较直观一些,那么我们选择pi,并且我们选择第二个,就是三维的, 属于Dimensional Pi,这第二个是,它选择的它的三维,那么选择完了以后, 你看就是这个东西,哦,这个字段,我这个字段,可能又是跳了一段,就是我们刚才的,里面的value的选择, value的选择的话呢,应该是,是这个样子的一个,那,value的选择是第一个,在value里面,我们选择total profit,对吧,在它legend里面,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呢,我们就不要选择,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pi,它只是一个,它只是一个一维的东西,所以我们不选择了,那么,这个呢,axis,我们选择一个product category, 实际上,我们在pi,做pi的时候,你尽管没有选择它的legend,但是pi也会给你自动增加一个legend,它会说你, 因为它每一块啊,它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东西来说明,你看,当我们选择完了以后,实际上这个就是起了个legend, 啊,选择完了以后,那么这个地方仅仅是这样,我们还不够,我们要想量化它的这个,一些东西,那么量化怎么量化呢, 我们希望能够把百分比显示在我们这个pi图上,啊,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个,我们主要是要研究它的百分比,而不是它的数量, 所以,我们就选择,我们在右键,就是我们点击到pi图上面,我们用right click,这个时候它会出现一个选项,是吧,弹出窗户的选项, 我们选择一个,首先选择一个,add date labels,然后呢,再跳出来一个,pi里面选择一个,add date labels,有两个,这样选出来以后,你会发现, 我们的pi上面,pi图上面已经有数字出现了,但是这个数字,并不是我们要的数字,这个数字只是一个什么呢,只是一个数量, 但是我们现在希望需要的是一个百分比,这时候我们就要设计一下,设计一下,啊,那么设计的话呢, 我们再按一遍,就是再,再按一遍这个pi,这个表,我们再选择一个,format date labels, format date labels,这时候我们会出现这么一个选项,那么你出现的时候,发现,在value前面有个go, 但是percentage,这个是空的,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添加percentage,同时把value上的go去掉, 这样子的话呢,pi图上面的数字,就变成了percentage, 这边,做完这个以后,你看我们最终形成的图,就是这么一个图,哦,这个里面,我当然已经把名称已经改了, 这个里面有一个,这个pi图上面的有个名称, 有个名称,我看看啊,这个,说了,我没说,但是这边呢,这上面原来不是这种profit的百分比,啊, 你可以,实际上这个,这个名称很容易改, 你选择上面的这个名称以后呢,你就double click或者是什么, 点击个右键,rename,都可以,这很简单, 做完了以后,最终形成这么一个东西,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profit的比例是多少,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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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层次,这个层次刚才我们从表里面就看起来很有用 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建立PivotTable 以及怎么样建立PivotChart 好 你们还有什么要提问的 暂时没有 行,那就做Practice Practice我刚才这个字可能太小 但是你们打开你们刚才的文件 应该可以看一下 第39页 正好 3点15 你们做一个小时的Practice 今天我们可能是延迟的数 我们下面基本上就是两个小时的 我们实际上我是最理想的模式是一个半小时讲课一个半小时的练习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还是把讲课时间延长了 所以练习做的这个相对来讲 稍微就是follow我们的这个刚才讲课的 你们还可以再练习一下 这个Practice实际上讲的是我们上堂课和这堂课开始的 上堂课内容就是我们增加一些calculator的资料 我这个练习我还要是那个 就是实际上我这个练习并不是我们的 它的数据还是我上次给你们的数据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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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分钟 3.5分钟 3.5分钟